瘫痪20年的桑兰近跨肌肉萎缩严重,与老公贴面亲吻秀恩爱,有时候,运动员是一项高危的职业,一个不小心,就可能伤病缠身,甚至还有可能更严重,我们也时常听到有运动员训练,比赛受伤的消息,这给运动员会带来很大的生活上的不便,有的甚至落下终身残疾,比如说桑兰,在20年前桑兰因为赴美比赛意外受伤, 导致高危劫瘫,在当时桑兰的伤情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,很多人都向桑兰送去了祝福,在那之后桑兰只能无奈地与自己热爱的体操告别,从那时起,桑兰便于罗以为伴,虽然说运动员生涯是以悲惨结束,但是在感情生活中,桑兰却得到一份真爱,她的真命天子就是黄剑,因为桑兰瘫痪后丝毫没有自理能力, 全靠黄剑西心照料,如今多年过去,两人依旧是相亲相爱,这让很多人羡慕不已,她想到桑兰曾经的辉煌,但是如今只能坚强地与残疾作斗争,面对孩子关于自己母亲的问题,她自己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,但还是要尽全力给孩子更多的爱和关怀, 她瘫痪20年的桑兰瘦了不少,而且肌肉萎缩严重,但在个人社交平台,她暗示自己打算和丈夫要二胎,对于桑兰来说,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,现在身边有丈夫和儿子的陪伴,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,这就是幸福,黄剑是非常了不起的男人,相信曾经对她有误解的网友, 现在也都改变,看法了吧,国庆节,桑兰是晒出了和丈夫两人贴面新闻照秀恩爱,看得出来桑兰一家真的很幸福,同时黄剑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还发布了一句话,已经把命交给我的家庭,希望这一生我们可以走好,感动了很多网友,听到桑兰丈夫黄剑这样的示爱,仅仅这一句话就已经让网友们泪目,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赞赏黄剑, 黄剑是好男人,同时也证明了桑兰真的找到了真爱,看得出,桑兰已经是没有了之前的阴霾,在丈夫黄剑的照顾下生活滋润,而且从他们晒出的生活照中能看到,他们两人是非常恩爱,而且生活也是无忧无虑,住豪宅,有空去掉钓鱼生活十分悠闲,五岁的儿子已经会推轮椅照顾妈妈,常常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妈妈出去散心, 桑兰感慨,要勇敢面对生活,坚强努力,每一次快乐都显得特别真实,放松自我,永不低头,无论酸甜苦辣,要学会享受这其中的每一刻,黑暗总会过去,光明总会来临,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,桑兰面对生活是非常乐观开朗的,灿烂的笑容时常挂在她的嘴边。 感谢观看